这也就是说当蔡英文一锤定音在洛杉矶跟麦卡锡见面以后 为什么民进党内再也没有人为麦卡锡来台说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组长人张有华 麦卡锡确定不会来台湾 四月初在里根图书馆跟蔡英文会面 那事实上关于麦卡锡的我们讲了很多 但是呢 我在美国的朋友 他们给我挖出了今天的消息 操作麦卡锡来台湾的是蔡英文 叫他不要来的也是蔡英文 你就可以知道 蔡英文操作这个议题 坦白讲手段不算光明磊落 当然 他不算光明磊落 是有他的政治考量 然而那我必须我就告诉各位 其实蔡英文是1月24号 他接到了里根图书馆 演讲的邀约 是在1月24号 刚过完年没有多久 蔡英文也同意了到里根图书馆演讲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在中南美洲之行 只不过他在选择一个时机 到了最后因为维地马拉总统的邀请 他到维地马拉跟贝里斯去访问 所以不约而同的他在纽约要发表演讲 他在里根图书馆也要发表演讲 他有这两场演讲 就是说这两场演讲都在智库 那这个我过去在网路平台跟视频 我写过我也说过 我就不再多谈 我就单单谈麦卡锡 就是说麦卡锡 他表达来台湾之一 之后我们的确是在运作 非但运作况且连时间都已经谈好了 那蔡英文从他1月24号 他接受邀约 他同意去里根图书馆演讲 一方面要安排麦卡锡来台湾 一方面他又要去美国 换句话说 在4月以前 他会跟麦卡锡见面两次 至少见面两次 至少见面两次 然而当美国发现 麦卡锡来台湾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应 而中国大陆一定反应的程度 会比佩洛西老太太来还要强烈的时候 那蔡英文他为了胜选 他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那这个妥协就分三个方向来讲 第一个方向 就是说 他对麦卡锡讲 如果你来台湾 台湾的在野党派必然会运作这个议题 反而会影响到民进党未来的选情 你就请你不要来 第二个中国大陆的反应 大概会超乎大家的想象之外 那为了避免民进党全面性的败选 所以他请麦卡锡不要来 那第三个 他就敲定 那干脆就在 你跟博士馆见面 这三个都是蔡英文操作的 换句话说 失读的是蔡英文 放读的也是蔡英文 最后解读的还是蔡英文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跟一般的政客不一样 他还是有一个警觉心 那这个警觉心的关键 不在美国 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那蔡英文就建立麦卡锡 说能不能等选后再来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当台湾在宣传麦卡锡 4月10号 他要与台湾关锡法 4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40多年纪念日的时候 那麦卡锡为什么不要来 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 所以这些议题都是蔡英文操作 那当然也是出自于美国的授意 那美国的授意那是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 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 没有准备好 所以他们不希望在那个时候 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 那蔡英文也从善如流的 派了小美琴去跟麦卡锡讲 关于这一方面的话 可不可以暂缓 从这一些我们就显示了五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说 蔡英文是没有胆量 去跟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对撞 他知道对撞 必然会影响台湾的选情 所以他在这一方面 他就忍让 他就退了一步 他退了一步 他主要的目的 可能是在选后会有大动作 选前不至于发生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他通过小美琴去说服了麦卡锡 就是说他一旦认为 你麦卡锡送然来个两三天 台湾不可能高规格的接待 现任的众议院的院长 所谓不可能高规格 就是说他只能够私下 或者在其他方向接见麦卡锡 就是如此而已 那谈话不公布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麦卡锡一旦到台湾来 必然会被台湾的战亚党派 跟中国大陆剪刀枪 会发生什么事情 蔡英文没有办法预料 这个是蔡英文缩手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那第四个 他既然答应了里根图书馆 跟外交政策 在美国纽约跟洛杉矶发表演讲 他的目的 他的宣传也已经达到了 那见好就收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只能够对麦卡锡说抱歉 那毕竟四月初的见面 是在第三地美国 那所以我们可以讲 中国大陆必然会有严厉的动作 为了避开这个严厉的动作 那他在加州洛杉矶见麦卡锡 也变成了理所当然 希望麦卡锡能够配合 那第五个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蔡英文 他现在知道两岸关系已经建在悬上 那这个建在悬上 如果不发的话 他就必须要用低姿态来因应 不像民进党内部 有的人是用高亢的姿态 或者义和团的姿态 来因应中国大陆的初级 但是事实上 蔡英文跟乃清德大概都想过 就是裴洛西老太太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民进党败向还没有全都入 可是裴洛西一走 环岛军舰 整个选与情一系之间 风云变色 所以我们看 蔡英文在操作麦卡锡的这件事上面 他的的确确 他有他的顾虑 他也有他的谋虑 只不过这些顾虑跟谋虑 他希望不要去影响民进党的选情 这也就是说当蔡英文一锤定音在洛杉矶 跟麦卡锡见面以后 为什么民进党内再也没有人 为麦卡锡来台说话